老 March pleasing and SUSP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SSD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來開箱一個SSD 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來開一下一個SSD固態硬碟的部分 因為我們上次購買了一個SSD 借過彩雷 買到一個超級慢的美光P2固態硬碟 那一樣是2T的 我們今天又找到了另外一款 比論上應該是頗快的硬碟 因為就是網路評價還有大家 全世界公認不錯的品牌 那這就是我們的Samsung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又要來開箱一個SSD固態硬碟的部分 因為我們上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呢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又買了一個SSD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又買了一個新的SSD 那這個SSD呢 Hi, my name is Kaiyuan 我今天又買了一個新的SSD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呢我又買了一個新的M.2 SSD 那因為我之前買了一個美光的P2硬碟 那整個是採雷 速度慢到比傳統硬碟還要慢 那今天呢我們想 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那我買了另外一個硬碟 那我買了另外一個硬碟 那這一個應該是算是大牌吧 就是大家公認 應該是還不錯品質的 那我買了一個SSD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Samsung 970 Evo Plus 古胎硬碟 那這一個是 那這就是我們的Samsung 970 Evo Plus 那這個就是我們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970 Evo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Samsung 970 Evo Plus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Samsung 970 Evo Plus 那雖然這個硬碟已經滿有一陣子的 就是它是老硬碟了 因為現在已經有980 可能之後還會出個990之類的 那這個是老硬碟 但是它的速度跟它的效能 反正它的速度跟它的穩定程度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網路評價都非常非常高 反正我也不想要再繼續踩雷 所以我就直接買一個 算是一個標杆的品牌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然後來實際使用看看 到底它的速度怎麼樣 會不會又讓我失望呢 希望是不會啦 好我們開箱 OK開箱我們來看看盒子裡面 OK開箱我們來看看盒子裡面有什麼 哇塞這個包裝感覺我覺得超級漂亮耶 就是一個這樣打開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970 EVO PLUS 那它的特色好像就是 它是單面的 那個 那它的特色好像就是它是單面的 就是它只有單面有東西 另外一面是完全是平的 完全沒有東西 這還蠻特別的 對啊 我看到我們盒子裡面 那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些 我們盒子的盒子裡面還有一些說明書啊 保證卡跟說明書 好就這樣搞定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硬碟插到我們的電腦裡 看看到底速度怎麼樣 我們兩個再解決了 這個卡車 如果你是一個原因的 我們要不要盒子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卡車 我們要去大關 我們要去幾個 我們要去洗車 雷尺 有書 我們要去洗車 我們要去洗車 一起來 我們要去洗車 有什麼 可能要去洗車 我們要去洗車 洗車 我們一定要洗車 洗車 我們要去洗車 小心 那我想說我們用 那我想說我們用同樣的M.2外接硬碟盒來測試 因為我們之前美光那個P2硬碟 我也是用這個外接硬碟盒 Asus的Strike Arian這個硬碟盒來測試的 所以我想說為了公平起見 想要看看到你兩個速度差多少 那我們就還是把它裝到我們的硬碟盒裡面 因為我最終的使用 應該還是會放在硬碟盒裡面使用當外接硬碟 而不會把它插到電腦裡面 就是當PCIe那種超快的硬碟 就外接硬碟單純就是儲存影像資料 就是像我這樣拍影片啊 然後可能要把它存到一個外接硬碟 就是暫時存放 因為檔案都非常非常大 然後如果要剪輯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個外接硬碟 就可能還要再把它傳到電腦裡面的M.2來剪輯 但是我們如果有這個外接硬碟的話 我們只要把USB插上去 就可以馬上剪輯了 應該是速度會差 就是效率啊 就是我們不用再傳來傳去 檔案的部分 應該會省下過少時間 好了 嗯 好啦搞定 OK搞定2TB的 OK搞定2TB的M OK搞定2TB的970 EVO PLUS 就給它裝到我們的硬碟盒裡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實測 看到底速度怎麼樣呢 好